大家好我是吳秋風 今天秋風要為大家帶來這一個生存喔 Minecraft 但村民能為你擊敗遊戲 擊敗什麼東西 他要去打充電龍是不是 這一個遊戲裡面跟一般的生存都一樣啦 只不過你可以用綠寶石 收服村民喔 欸 光這一點就很有趣了 邪惡帝國再度提升喔 喔 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打一點樹木 然後去找村莊 收服村民喔 十分順利的找到村莊囉 離我那個出生點好像也沒有到很遠嘛 那現在我就是要跟村民交易換到綠寶石 然後拿綠寶石去收服他們 跟他換來的綠寶石收服他們 這樣感覺他們好像有點蠢欸 那個 我把小麥 小麥分解成這個 那個什麼 稻草捆分解成小麥 然後 呃 這裡有農夫吧 欸 沒有農夫喔 我想說有農夫就直接 交一個農夫出來啦 嗯 欸 都沒有 哇 怎麼會這樣啊 欸 這個村莊一片農田都沒有 有有有有有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哎呦 馬上跟你換喔 然後我快要快要餓肚子了 這裡有胡蘿蔔可以吃一下 欸欸欸 我要吃胡蘿蔔了 有點餓 拿著我換到的綠寶石 收服 收服 欸 你不要跑 收服 不要跑 你有要撿我的綠寶石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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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通通變成我的人 不要跑啊 欸 嗯 嘿嘿嘿嘿 有村民 喔 他去打 鐵巨人欸 哇 這麼兇慘喔 這麼兇慘喔 那 我在這邊 你們打喔 欸欸欸 把鐵巨人幹掉了欸 哎呦 好像有點厲害喔 那個村民在 用SHIFT可以召喚他們喔 然後他們就會在附近挖 挖東西囉 挖木頭之類的 呃 這一棵樹你會砍嗎 欸 有了 他們在砍樹了 挖樹木 有 喔 挖掉了 耶 這樣子 就不用 我去砍樹了 欸 我拿到什麼東西 樹木核心 欸 這個 這個是什麼 樹木核心 樹木核心是用 呃 村民 你的村民 挖樹木獲得的喔 可以做成一個 挖礦代壁 欸 全部都用木頭 就行了 好好好 馬上來做一個喔 他要有四個稿子 是不是 做出一個 挖礦代壁 石頭挖礦代壁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欸 馬上使用掉了欸 石頭代壁解鎖 現在呢 現在我還是要繼續挖木頭貓 這樣子嗎 欸欸欸欸欸 他們在幹什麼 他們直接把這裡破壞掉了欸 喔喔喔喔 他們已經可以 挖礦了 阿呦 有點兇殘耶 挖的幅度有點大 有點恐怖欸 喔呦 喔呦 所以他們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挖下去了喔 好像有點...有點兇悍欸 我收服了四個村民 就可以挖成這樣 這裡有一個東西 這是什麼 石頭核心 等等...又有新東西了 回去看一下 石頭核心 要石鎬 加上鵝卵石 就可以做出我們的這個 鐵字代幣喔 挖礦代幣 是不是挖得更 更兇猛啊 做出這個核心 登登 應該又更升級了吧 晚上的睡一下 我召喚我的村民繼續的開挖 挖挖挖挖的幅度 好像變大了齁 挖的變多了 這個鐵能不能挖啊 你們回來 你們挖得下去嗎 挖不下去了喔 有有有往下挖了 鐵鐵鐵收一下 我好像挖到 又挖到兩個不同的東西了耶 這兩個我要想辦法撿起來一下 這一個 這一個是什麼 我丟我丟我丟 這個是鐵核心 挖鐵的時候會出現 那這一個是什麼東西 青金石核心 鑽石核心 挖鑽石會出現 啊我挖到鑽石了喔 欸怎麼變這麼暗喔 他這個會給我 夜市效果 我想說 怎麼這麼暗 欸 對啊為什麼我會 我會有這個核心啊 我什麼時候挖到鐵 那個鑽石了 呃 沒關係喔 都上去看一下喔 既然都出來了 就都用看看 看有多強 欸我覺得他這邊是不是寫錯啦 那個鐵字核心 就用鑽石做出來 鑽石等級了 那我剛才用石頭應該是做出石頭等級的 木頭應該做出木桶等級的 那這個是不是 有一點 跳等級了 欸不管他了啦 他挖到就 讓我做我就做啊 何必想這麼多對不對 先做個熔爐出來燒一下鐵喔 做出這個 鑽石核心 鑽石挖礦令牌 耶 現在是 我現在還可以再做其他令牌嗎 還有其他令牌嗎 欸有欸 這裡可以再做一個令牌 招募令牌 這個丟出去就是 會有更多的人 是不是 嗯 嗯 總之 我現在可以去 去挖礦了 是不是 先看一下他的 效果如何 唉唷唉唷 鑽石都消失了 只會留下 有用的東西了 不會全部都噴了 喔 喔 那這些核心應該 沒有用了吧 那我現在是不是要多挖一點 挖一點鐵 嗯 目前是 應該是這個令牌吧 唉唷唉唷我的村民 再幫我打架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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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射我不要射我我快要被射死了村民快點幫我處理一下 村民來保護我一下 嘿咻 過來啦過來啦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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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了沒事了 快死了快死了 村民保護我一下 我現在挖到足夠多的鐵礦了 哇這個太多了吧這個銅應該不需要吧 那個呃我現在回去燒一下我的鐵齁 燒完鐵就可以繼續的 繼續的呃這邊這邊的怪真的太多了 繼續的往下一個階段邁進了哇太多太多怪了太多怪了 到地表囉把這些東西拿進去燒一燒啦 而已這樣子應該可以好好的把這些東西燒出來吧三個熔爐會不會燒太慢了 我要不要多做一點熔爐 讓他們瘋狂的燒啊 哎哎哎我不小心把 這裡的 房子都拆掉了啦哎這個 破壞力有點驚人 按個SHIFT 東西都沒了 好了召喚者令牌出來囉 不知道這一個可以召喚什麼東西喔 有什麼東西嗎 召喚者令牌 我應該不要在我家附近 隨便蹲下來對不對 有夠恐怖的 這樣子 感覺好像沒怎樣 召喚者令牌 感覺就是在家附近 破壞 十分恐怖 對不對 他可以走在天空中 算是 算是他的力氣嗎 呃我是沒有感覺到什麼特別的啦 也沒有感覺到他有 召喚出什麼東西 是 是 城市寫失敗了嗎 沒關係啦我們繼續做下一個 哇這個是什麼 戰鬥者令牌 哦 嘿 越來越高級了要鑽石 鑽石劍 加上鑽石磚 哇 我哪有這麼多東西啊 而且你噴這個 也噴太多了吧 噴到我這邊 都很難處理了 我覺得要挖到鑽石 最方便的方法還是 直接挖一個 呃 通往鑽石層的 空間喔 就是 在這邊 直接 往下挖 挖到底 真男人挖礦 持續的往下 那個 到 有鑽石層的時候 我們再派我們的 村民 去挖喔 我覺得這個是最快的啦 不然在那邊挖了這麼久 都還沒有到 到那個 森板岩城 有了有了 森板岩到了 我可以在這邊 召喚我的村民 哇哇哇哇 村民 村民大軍來了 哇鑽石來了 這個 做法很好 非常好用 很好很好 就這樣開始挖吧 來啊來來來 開始挖開始挖 欸我的村民 燒起來了 會被燒死嗎 好像不會 我已經挖到基岩了 欸基岩也挖得爆嗎 欸好像可以耶 哇欸如果他基岩也挖得爆 那我會不會 挖到掉到虛空 然後死掉 很有機會對不對 好啦不要再往下挖了 好恐怖喔 欸我遇到一個 嚴重的問題了 就是 我找不到 到回去的路了 不然我們 欸我竟然有帶床在身上欸 是不是剛剛破壞的啊 不然我們直接在這邊 休息 稍作休息一下好了 把這些東西塞太多了 塞到包包裡啊 然後 直接在這邊 做一個 做出那個 我們要的 核心啦 核心 這裡 是不是 是不是 這一個 鑽石劍 加上鑽石磚 喔喔喔好暗好暗好暗 那個夜市給我來一下 鑽石劍 可以可以可以我都做得出來齁 鑽石劍加上鑽石磚 做出我們的這個 戰鬥核心 戰鬥令牌 這個有什麼戰鬥嗎 嗯 欸 看起來 跟之前的 也差不多啊 還是他戰鬥的時候才會拿出不一樣的東西 這裡好多鑽石喔 喔有有有有有有 戰鬥核心 拿鑽石劍出來砍人了 哇哇哇村民拿鑽石劍欸 啊你們會不會太胸腸 欸你連蝙蝠都砍喔 真的是劍神殺神劍佛殺佛欸 好啦我不要再挖了啦 我要直接上去了啦 欸我找到 快速上去的方法了 欸咻我疊我疊我疊 一直疊一直挖 可以快速上去欸 哇 是這樣 挖了一個 大大的坑喔 出來了出來了 我看到家裡這一片天空了 哇好好懷念喔 懷念的天空我回來了 我的家 欸我家勒 欸 我家勒 怎麼了 怎麼都不見了 怎麼都不見了 欸 欸 什麼都不見了 為什麼 是因為 按了SHIFT 他們就在這邊破壞 所以 我家全部不見了嗎 欸 對啊 我家怎麼都不見了 沒有家了 好慘喔 空有一堆 鑽石而已了 再看一下最後一個啦 欸 傳送核心 是嗎 傳送核心令牌 我要 青金石我有 終界珍珠 終界珍珠就可以有傳送核心令牌了欸 欸 那樣子我是要去打一下安德是不是 先把這個做出來好了 找安德好像沒有這麼容易對不對 哪有說安德出現就出現的 不然跟村民交易好了 我只要有一個釀造師 我就可以有 終界珍珠了嘛 欸 欸 嗯 所以我現在應該要去 去地獄一趟 唉唷 秋風找到一個 傳送門遺址 呃 裡面 爛東西 不過 這個 善加利用一下的話 應該是 有機會 變成一個 完整的地獄門 挖一下喔 稍微改造一下 話說我為什麼要自己挖 欸 我用村民幫我挖會不會比較快 噸etta 歐遊歐遊 全部都挖下來了 好了 我們要去地獄囉 去地獄打 烈焰桿是不是 exams 或是 直接在地獄看有沒有安德 這裏可以召喚我的 欸 我村民沒有辦法 走到地獄沒有辦法召喚 啊 這麼可惜哦 還是我 我 我直接用金錠 跟他們交易 看有沒有終界珍珠就好了 豬豬 豬豬們 交易喔 終界珍珠來一下喔 拜託一下喔 你們要搶是不是 小豬豬要搶有沒有 有 有沒有 有 有 有沒有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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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 欸 黑曜石我不要 終界珍珠來一下啦 那個 全部都給你看有沒有希望 我覺得希望是沒有很濃厚欸 欸 果然沒有 換到了一些 廢物喔 真的可惡 一顆都沒有得 回去燒一下好了 欸 我不小心 又把我家拆 拆了啦 喔 真的是 真麻煩 不小心按到Shift 啊都不行是不是 欸 欸 欸 怎麼了 放不下來了 欸 欸 欸 為什麼 蛤 沒有辦法放置 蛤 欸 可以丟出來 沒有辦法放置 什麼 東西啊 爛透了 這是什麼爛 Bug 爛透了 我了解 什麼叫做 村民擊敗遊戲喔 就是讓你的遊戲 壞掉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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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